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今年5月份我们去的北美最盛大的音乐节EDC 每年大概在5月底的某个周末,周五,周六,周日,三个晚上举办的盛大的音乐节 每年都会有全球最知名的DJ云集拉斯维加斯 先来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音乐节? 基本上就是一场大型室外蹦迪活动 在拉斯维加斯沙漠外围一个非常空旷的场地 搭建一些巨型舞台 每年会有一个主舞台 主舞台基本上都是一些大牌或者前辈DJ 其他舞台可能都是一些新秀DJ 虽然是新秀,但很多时候会比主舞台更嗨,更受年轻人喜欢 那这种音乐节和普通蹦迪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普通蹦迪都是在室内 音乐节虽然是在室外,但是因为有很多音响,效果只会更好 近几年除了灯光音效、烟花之外,还增加了无人机表演 屏幕效果也是越来越好,3D效果明显逐年增加 DJ打碟的居多,也有弹奏乐器的和亲自唱两句贺声的 时间从晚上八九点就开始到凌晨四五点 一般比较火的DJ集中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左右 五月底的拉斯维加斯,因为天气比较热 所以女孩子都是以清凉和bling bling的衣服为主 不知道穿什么的话,秃秃裙基本不会出错 脸上贴点亮片,你就是当晚最亮的仔 因为回程都是后半夜,建议待见后衣服 今年周五那天就是刮飓风,还好带了衣服,不然真的得吹傻了 下一个问题,吃什么 一般都是吃完碗后我们再去现场的 场馆内有免费的水和厕所,但是都需要排队 而且免费的水也不好喝,所以记得要带个水袋 夜晚的主要消费就是喝酒啦 如果订了VIP还订了酒的话,那一晚上的钱花得如流水,不是开玩笑 我目前在小红书上刷到一晚上花的最多的大概是30万美元 下一个问题,住哪里? 我们每次去都是住在LV的酒店 EDC本身也可以定camping 直接住在场地里,省去了路上的时间 但是我目前还没住过,不知道条件如何 下一个如何出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本身EDC有自己的shuttle,但是它的也要排队上车 但是因为它的shuttle可以走一条空军基地超近道 别的车都不能走,所以可能是最方便的途径之一 另外也可以自己租shuttle,车上可以蹦跌喝酒 或者也可以直接打出租车 建议打taxi而不是Uber 但打车很可能会堵在路上 但如果你愿意避开高峰,打车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途径 这几年又多了新的交通工具 比如说直升机直接飞过去 单程500道左右 另外就是建议大家多拉一些朋友一起去比较好玩 人多一起嗨 但如果你是很少人去的也没有关系 场地里的一个群体的人都会举一个大旗 一般场内都会有好多中国大旗 只要挤到中国旗下,肯定全是中国人 没有中国旗就找一些有中国文字或者中国文化沾边的 近几年中国人来蹦跌的只多不少 虽然是蹦三晚 但因为晚上蹦跌白天睡觉 蹦三天还是有点累 我们之前一般是蹦前两晚 第二晚就把第三天的票卖出去 第三天晚上可以随便找个拉斯维加斯的酒吧玩一下 因为是EDC期间 众多DJ云集LV 所以酒吧的DJ也都是很大牌的 当然在Bar里的DJ打碟肯定没有音乐节卖力 但是有些Bar的装备设施非常齐全 有的甚至可以边泡泳池边听音乐 甚至是泡热温泉的都有 每晚EDC结束都会丢得满地垃圾 好了,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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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坚持人 拜拜